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手把手教你学STM32系列视频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 同样是这个跑马灯实验 只不过我们今天会讲解通过这个未操作 或者也叫未带操作的方法来实现这个跑马灯 那么对这个未带操作的话 那么对我们正点原子的开发板的实验历程里面 是很多地方会经常会用到 那么为什么要用未带操作呢 那么因为未带操作起来非常方便 写起来这个代码看起来也很容易 那么这个未带操作跟这个扩喊数操作 和寄存器操作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本质上都是操作的这个相关的寄存器 那么只不过它这个因为M4的这个内核 它是支持这种未操作的 所以它可以方便我们这个操作IALC的时候 提供了一个更加便捷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这里要讲解一下这个未带操作的相关知识 那么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的话 试用平台主要是我们正点原子的 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要讲解的内容 包含哪些知识 首先的话我们会讲解一下这个未操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让大家对这个未操作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然后的话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这个跑码灯的硬件连接 因为我们要手把手的为我们后面这个手把手 教你写STMF4的这个跑码灯 通过未操作来实现 我们是为这个第三讲来做好一个准备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PPT 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这个参考资料 那么大家可以打开我们这个探索者的光盘 找到这个我们的开发指南控按数版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第五章 大家要注意在这个5.2.1小节 这里实际上我们有讲解这个L口未操作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的讲解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这个未操作的话 大家不需要太深入的理解 太深入只需要了解一下这个基本的原理 那么要了解一下怎么来使用这个未操作来操作这个L口 打到这样一个目的就OK了 那么对于这个ST官方的资料的话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STM3RF4中文参考手册 第七章这个L口相关的知识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前面都已经打开过这个手册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册 就是contestM4权威指南 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权威指南是个英文版本的 但是在这个未操作这里 这个M4的权威的方法 跟M3RF4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这个M3的权威指南的这个中文版本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探索者的光盘 A盘 这个STM3RF4参考资料 那么这里有这个M4权威指南 只不过它是英文版本的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打开这个M3权威指南中文版本 我们也已经提供给大家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第五章 这个下面有个位操作 位带操作 那么这里对这个位带操作相关的基础知识讲解也比较详细 那么我们PPT里面有一些图实际上也是从这里截过来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PPT 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位带操作的基本原理 那么什么是位带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我们以前讲库含数也好 讲寄存器也好 那么我们要操作一个L口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BSRR寄存器来操作 这是一个32位的寄存器 32位的寄存器 那么我们要操作它 那控制这个L口 比如说我们要操作这个 比如说是PA 我们这里以PA为例 我们要操作PA0 那么我们就只要操作这个BSR 这个BS在这个F4里面 它这个叫BSRR什么L和H 我们这里只是以这个为例 那大家可以看 假如是ODR寄存器可能更好 那么ODR寄存器 那么我们用到了它的D16位 D16位就是32位它没用 那么我们给这个最低位输出为1的话 输出为1 那么这个相应的L口就配置为1 那么我们给某一个位设置为0的话 那么相应的L口就输出为低电频 那么这是我们以前的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之前写这个寄存器版本的代码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 我们会通过这种操作ODR的时候 我们会通过这种语运算或者货运算 那么我们要先把这个ODR寄存器的值读回来 然后去进行这个改 然后再去写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叫读改写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未操作是什么呢 它是把这个每一个比特 就是寄存器的每一个比特 它把它膨胀了一个32位的字 然后我们去访问这些字的时候 就达到了访问这个比特的目的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我们的ODR寄存器 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要操作这个最低 这个比如说PA 我们要操作PA0 它输出高电频 那么我们要往这个bit0协议 那么如果我们通过未操作的话 我们就只需要它就会把这个位0 这一个位大家要注意 它把它膨胀为一个地质 这个地质是一个32位的地质 那么我们往这个地质写1 就达到了往这个相应的寄存器的位写1 这样一个目的 它是把它膨胀为一个32位的字 那么这里有个映射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写ODR寄存器 我们写某个位为1 那么如果我们通过位操作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它往它映射的 这个一个32位地质协议 就可以达到往这个位写1的这样一个目的 这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 不能够理解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我这个PPT的时候 把这几句话仔细的斟酌一下 还应该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就是一个寄存器 有n个位32个位 对吧 我们要写某个位的时候 我们不直接可以不直接去写 我们可以直接往它膨胀为一个32位的地质 我们往这个地质写个1 那么它就达到了往这个位写1的这样一个目的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样的话就首先有一个局限性 就是它哪些区域是支持这个位操作的 那么这个区域的话 它并不是说这个外售或者SRain所有区域的支持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范围 对这个范围的话 大家就不需要去太多的去记住这些东西 那么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对这个L口操作 那么对L口操作都是支持这个所有寄存器 都是支持这个L口操作 都是支持位操作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固件库的函数里面 实际上很多地方也用到了位操作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来讲解 那么这里这个图是我们从这个权威指南里面截出来的 大家可以再一次理解一下 比如说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存储存储空间 那么它有32位 那么我们往这个我们要操作某一个位 那么我们通过位操作的话 我们就不直接去操作这个位 我们是操作它映射为一个地址 我们去往这个地址写一 就可以达到操作这个位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它就相当于把一个位 一位膨胀为了一个地址 32位的地址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里的话就涉及到一个映射关系 那么这个我们要写某个计存器 比如说ODR计存器 我们要写它的某个位 因为我们要去用位操作的话 我们要去写某个地址协议 达到这个协议的目的 那这个地址值到底是多少呢 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PPT 这里的话就有一个映射的关系 这里有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怎么来的呢 这里我也不希望讲得太过复杂 因为这个对于大家 因为这里的内容的话 对于这个映射关系 只需要有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一般比如说我们GPLOA 那么AGPLOA GPLO首先 GPLO的寄存器 它有个基地址 那么AGPLOA 那么它有在基地址下面 比如说这个区域是偏移过来 或者是TPLOA 然后这个TPLOA下面 它又有很多个寄存器 对吧 有好多个有10个 那么每个寄存器又有一个地址 那么对于每一个寄存器 比如说上市二位 那么它又有一个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一个公式 来定位到这个TPLOA 在下面的某个寄存器的某一个位 可以定位过来 然后可以通过这个公式来找到这个位 对应的这个膨胀出来的这个地址 那么这就是通过一个公式 可以来计算出来 那么这里这个 有一个计算方法在这里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不对这个公式进行太过详细的讲解 因为大家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跑码灯实验 那么如果讲讲解的太过复杂 尤其是这些地址映射 那么大家可能会 一下子理解不过来 会打消大家的积极性 所以这里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有这样一个映射关系 我们等下代码里面会去实现 这样一个映射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直接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 大家同样打开我们这个 探索版 A盘程序原码 标准历程框数版本 我们把这个 template把它复制过来 我们在这个模板上面 我们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是我们之前 新建的这个模板 我们这里 我们是通过这个 这里有一个模板里面 我们先把这个 主函数 我们把它删掉 那么删掉之前 我们就不删完了 我们只把这个 main函数里面的内容删掉 因为这些引入 这些投文件的这个过程的话 实际上在我们前面两讲视频 我们都已经详细讲解了 那么对于这个Io口的初始化 这个肯定是需要的 因为我们这个步骤这里 也给大家讲了 这里的话 我们先看代码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这个硬件连接 复习一下吧 那么这个硬件连接的话 首先我们这个LED0 它是连接到PF9 LED1是连接到PF10 这样的 有硬件连接 那么我们往这个Io口写1的话 这个LED灯 它的一端是1 高电瓶 另外一端通过510V电阻 连接到了这个VCC 所以它两端就没有压叉 所以它就会灭 如果我们写0的话 那么它就会亮 两端有压叉 一边是0 一边是通过510V接到VCC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往这个Io口写1 就灭写0 那么它个LED灯就会亮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如果要用这个 卫带操作来写代码 写跑码写这个LED 写这个GPIO的这个一个配置代码 那么我们要怎么写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跟我们扩函数 或者继承器版本都是一样的 我们第一步 我们要先使人Io口实装 扩函数就掉用这个函数 继承器就是配置对应的继承器 那么第二步 我们要初始化Io口的模式 那么这些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扩函数 或者寄存器来配置 那么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在第三步 我们操作Io口输出 高低电瓶的时候 我们一般采用到未操作 因为操作Io口 我们可以扩函数的话 我们有什么GPL setbit GPL setbit 或者我们操作这个BSR的寄存器 BSR RL寄存器 H寄存器 或者说这个ODR寄存器 那么最终都是操作这个ODR寄存器 那么如果做输入的话 操作的就是这个IDR寄存器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位操作 因为我们要操作这个ODR寄存器的某一个位 我们就可以把它膨胀 把它这个地址算出来 然后我们只需要往这个地址 负一个值1 或者负一个值0 就可以达到这个输出输入高低电瓶 输出高低电瓶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回到我们的代码 那么初始化的代码的这个 跑码灯的这个初始化 这里我们就不再去讲解 我们直接打开我们光盘 程序员码 标准历程 我们打开这个跑码灯 我们这个hardware下面 我们有这个LED灯 LED初始化的这个一个代码包 我们把它复制到我们这个 我们先把它复制 然后在我们这个工程模板里面 同样跟以前一样 我们新建一个hardware hardware的这样一个文件夹 然后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在我们工程里面 我们也一样 新建一个hardware分组 这个我们之前都有讲解 然后我们把这个LED hardware LED下面的这个.c文件 添加进来 然后点击确认 最后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要把这个头文件的路径 包含进来 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详细的讲解 这里我就快速的操作 那么这样的话 LED的初始化代码 这里我们就把它已经添加过来了 我们来编译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操作这个 通过未操作来操作这个 L口输出高低电瓶 那么这个未操作的封装是在哪里呢 我们先编译一下工程 那么大家可以打开我们这个 system.c 这个下面实际上包含了一个 sys.h这样一个头文件 那么这个印射关系 我们就是在这个头文件中间有定义 那么等这个编译过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sys.c 这个下面我们有包含一个 sys.h这样的一个头文件 那么我们大家打开这个头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前面半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L口的 这个未操作的这样一个印射了 那么对于这个印射的话 我们来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这个最后 这个前面一起一起往后 那么这个最后实际上 就大家以比如说我们以PF为例 那么我们要往PF相应的某一个口 输出高电瓶 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会直接PFout 比如说是PFout是PF9 我们就输入一个9 然后要输出高低电瓶 我们就等于1高电瓶 要输出低电瓶 我们就等于0 这是我们的操作方法 那为什么这样子可以达到输出 这个高低电瓶的目的呢 实际上这个PFout9 这样一个标志符 最终它会被印射为一个地址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地址的 里面的值复值为1 就达到了操作这个PF9 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它是怎么印射的呢 首先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个bit address 那么它也是个标志符 那么它 它是怎么来的呢 bit address 那么这里有两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参数的话 第一个参数我们这里有 叫GPLF ODR address 那么这个话的话 因为我们输出是 是操作的这个ODR寄存器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选中它 GoTo Definition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GPLF ODR寄存器 那么它的地址 实际上就是GPLF base 也就是GPLF的这个整个G地址 然后加上它的偏移地址 这个偏移地址我们后面会讲 加上它的偏移地址 那么就成了什么 就成了这个GPLODR的adress 那么它会把这个作为入口参数 然后和我们是这个作为入口参数 那么第二个入口参数是什么 N就是说我们GPLF 那么F有16个L口 那么到底是哪一个标号 这里就通过N来输入 比如说这里是9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BitAddress 那么它会首先 这个中间的这个M1MAddress 是把它这个直映射 把它强制转化为一个地址的类型 那么这个的话 后面这个括号的里面 有一个叫BitBound BitBound这个就是第一行 那么这个的这个意义就非常重要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映射关系 那么这个映射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BitBound 那么它的入口参数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寄存器 比如说我们前面一直过来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GPLF ODR寄存器的地址 和它这个找到这个ODR寄存器之后 那么我们要去找到它的 到底是哪一个位 那么这里的第二个上述就是BitNumber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公式 把它映射出来 然后复制给它 最终复制给这个BitAddress 然后最终复制给谁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GPLF 这样的它的一个值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 实际上就是一个地址值 那么这里的话 这一段代码 我希望大家课后 要仔细去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你需要理解透彻的话 那么这个要是C语言 还是要比较 基础还是要比较扎实 那么这里的话 不管怎么样 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相应的 这个ODR寄存器的 它的某一个位 把它映射为一个32位的地址 那个地址转换是通过这个 M1 Main Address 这一个红定义标志符来转换的 那么除了作为输入之外 还可以 我们还可以去读输入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只不过它的寄存器不一样 我们这里是IDR寄存器 那么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读输入的话 我们就只需要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们要把输入 那么就是P 比如说PA PA 我们就写PA印 印多少呢 比如说PA印A8 那么就输入8 那么我们把它复制给谁呢 比如说复制给一个变量 这样子我们就达到了输入的目的 这个非常简单 那么在我们主函数里面 我们就怎么写呢 一样的 首先我们要引入这个顶层头文件 要引入这个窗口的话 因为我们这里就无所谓了 取消 Delay的话 我们要引用这个要用的延时函数 那么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还要引入这个LED 因为我们要LED初始化 那么这个头文件我们已经引用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写这个代码 第一个我们要初始化这个延时函数 我们在初始化之前 我们首先要初始化 初始化我们这个 就是延时函数 使用之前 Delay init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是在我们这个System文件夹的这个Delay里面 我们有写 那么它有一个入口参数 那么这里我们填168 因为我们的时钟 是168兆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进行LED 初始化 初始化LED的这个工作模式 上下拉之类的 那么然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操作L口 同样的方法 我们在一个死循环里面 不断的改变L口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来写呢 比如PA 我们这里比如说我们要让PA8 PF9 PF10 我们这个我们看一下硬件 那么这个硬件的话 我们是PF9 PF10 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就直接输入什么东西呢 从这里复制 那么就是PFout PFout 那么然后输9 然后把它等于1 然后PFout 然后PFout 10 等于1 然后Delay 毫秒 比如说我们Delay500毫秒 输入500 然后我们在PF9 等于0 输出低电频 PF9 PF10 等于0 输出低电频 这样子操作就OK了 那就是PFout 9 也就是说PF9 输出为1 那么PF10 输出为1 这里大家不要写错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法 就可以达到设置这个L口的目的 然后我们再延时个500毫秒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编一下我们代码 大家看到是没有错误的 我编一下 让它生成这个HX文件 大家看一下 我们通过未操作的话就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跑码灯实验里面呢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跑码灯里面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LED的这个头文件 这个前面 我们有红定义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LED零 把它红定义为什么 直接取代什么呢 PFout9 PFout10 那么这里的话 如果我们红定义了的话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 替换为LED零 或者LED 那么这样子写 大家可以看 写起来就非常方便 所以我们这里 只是给大家说明一下 那么我们编译之后 我们把它下载到我们开发版 编译之后 我们通过这个FlyMCU下载到我们这个探索板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摄像头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灯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在散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下载一下 桌面 Template的零 Object 这个生成的文件 然后这里的波测率 不能高于76800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编程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LED灯实际上已经灭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等待几秒 它会先擦除 我们看一下这个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这个代码正在写 现在这个代码已经写完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这个灯就会循环的在闪烁 一起亮一起面 并且时间降格是500毫秒 那么达到了我们前面两讲讲解的 这个库含数 或者寄存器来操作这个L口的 同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这里这个对这个通过库含 通过未代操作来操作这个L口的方法 我这里就给大家已经讲了 那么对这个输入的话 我们后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 我们有讲解通过输入 实际上也很简单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通过输入的话 我们就只需要PFIN 不要不叫PFOUT了 不IN PFIN9 那么这个标志符的话 大家只在这个下面去复制就可以了 方法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后面都会有 程序中间都会有用到 那么对于这个未操作的话 实际上这部分内容的话 我们讲解的比较详细 对这个未操作的基本原理 就是把某个位膨胀为某个地址 然后去操作这个地址 达到操作这个位的目的 那么对于在我们ST的官方的这个库里面 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 有很多地方实际上是有用到的这个位带操作 比如说我们GPIO 只不过我们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知道它是未操作 那么对于它具体怎么去做的 实际上我们也不需要太了解 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有没有 这个其他的肯定是某些地方是肯定有的 我们来找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像这种操作实际上是通过 未带操作来实现的 有很多地方 这里我们可以给大家来找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函数 比如说这个 这个函数这里 那么这个就是通过 也是通过这个位带操作来实现的 这里这种写法基本上都是位带操作来实现的 那么大家在如果要去深入理解这些库 要读这个代码的话 肯定会碰到这些位操作 那么对于这个位带操作的话 大家只需要了解怎么来使用这个位带操作 来操作这个IO口 那甚至说你只需要理解我 我们这个Safe.Edge 这个文件里面的位操作的方法 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你在项目中间的需要 那么今天的话 对于这个位操作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希望大家课后多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 加深对这个位操作的理解 那么我们下一讲的话 我们会教大家去这个 重新复习一下这个 这个凹口的这个输出 我们会通过凹命器的实验 来加深大家的理解 那么今天的内容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